2021年 我们独家直集 王主陪伴郭雪佛正在举行分离 好啦 其实是正在拍摄电影《山中森林》 当时就传出两人 因戏捕出恋曲 虽然两人爱藏得小心 不过本刊日日夜夜搬走 多次捕捉到两人 紧出对方 帮家中约会 甚至王子的弟弟也就是毛弟 有空的时候呢 也不忘帮哥哥遛嫂子 支架有经常的事情 也没到经常 他比较忙 我跟他弟弟比较常约 偶尔朋友聚会有出息 真的有结果 我会花机会出息 好啦 开玩笑的 陪队打死不认就是打死不认 不过这段感情似乎也没有维持得太久 最近传出两人已经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两人分手的时间点 叫做分云 有人说是电影杀青之后 没有多久就分了 也有人说是电影上片前夕才分手 反正就是大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喊脆了 现在没有女朋友 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 据他俩身边亲友透露 王子和郭雪夫除了对未来没有共事 个性不合也是分手主因 王子虽然很会赚钱 但几乎都往民车里头砸 没有仔细打算未来成家的理财规划 至今不买房 还是租屋当五颗瓜牛 你不要继续混了好吗 反观身世曲折 妈妈早逝 爸爸又另去 从小寄生在亲戚家中长大的郭雪夫 个性独立务实 工作不断存钱买房 光是理财力就看得出两人想法天查地缘 最终走向陌路 回顾两人感情 其实都算是超级发电机 王子上一段是和港星邓丽星的三年恋情 邓丽星为爱当空中飞人 但新冠疫情被迫和爱人分割 最后在不想拖累邓丽星的情况下 加上女方没有安全感 最后王子只能忍同放手 更早之前也曾跟姐姐杨成林谈过恋爱 另外除了跟徐璐、张宁儿、鬼为传过绯闻 但也都是戏散人散非常短命 而郭雪夫的绯闻对象也是一头拉骨啦 包括合作过的唐宇哲 棒棒糖的威廉跟孙祺君 尤其孙祺君的两年恋情最细句话 两人因拍戏我们不能是朋友擦出火花 戏里爱到戏外 而且当时孙祺君其实还有一个正牌的女朋友 最后传出郭雪夫被扶正 甚至求婚成功 但最后因为孙祺君的财务出状况 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据了解王子跟郭雪夫分手 朋友传讯息关心 王子直接已读不回 而郭雪夫的经纪公司 则对我们表示 这所谓的恋情 真的都是谣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